大家好,生活中的小事情往往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了解一些生活小常识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五条非常有趣的生活小常识 第一个就是苹果比咖啡提神的效果更好 苹果含有丰富的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水溶性食物、纤维和有机酸是人们公认的健康之果 不仅如此,苹果还具有天然的宜人香气 这种清香气味对于人体来说有舒缓压力、提升心脑的功效 苹果中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膨 也同样可以使困卷的大脑快速恢复清醒状态 喝杯咖啡不如吃个苹果的道理也正在于此 而且早上一个苹果有助于胃肠的蠕动、排毒养然 还可以补充很多维生素 第二个小常识是酸梅汤主要的功效是解油腻 每到夏天大家都喜欢买杯冰凉可口的酸梅汤用来缓解体内的灶热 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出的结论 酸梅汤的主要原料是乌梅、三杂 可以有效解除人体体内多余的油脂 而且陈皮还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 不仅如此,酸梅汤还是一种碱性饮料 饮用后有助于综合糖类和脂类的酸性效应 加速它们的代谢分解 有降低血脂的功效 还可以帮助减肥 因此经常喝酸梅汤是一种非常好的保健品 第三个小常识 我们平时喝的可乐原来是绿色的 可乐是指甜味含咖啡因的碳酸液料 有咖啡因但不含酒精 是老少介意的流行盐品 主要的口味有香草、肉桂、柠檬香味等 但是在最开始可乐其实是绿色的 到后来被人们添加了添加剂焦糖色后 才逐渐变成今天这种中荷色的饮料 第四个是纯蜂蜜永远不会变质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食物永远不会变质 那就是蜂蜜了 这是因为纯蜂蜜不仅具有极强的抗菌能力 而且水分含量极少导致细菌和酵母菌无法存活 储藏久了 蜂蜜只会糖化 因此保存期限最悠久的纯蜂蜜 已经有3300年的历史 而纯蜂蜜也被人们称为永不变幻的食品 最后一个和大家分享的是蜂蜜酱 蜂蜜酱在19世纪30年代其实是一种药品 在现代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 在19世纪30年代蜂蜜酱是作为药品来销售的 而且在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医疗作用 因为蜂蜜酱可以有效降低人体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从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 现代经过改良的蜂蜜酱 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也成为了家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也请点赞订阅转发